那么春上春树曾经说过说 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 让我们对生活更加铭记还有珍惜 那有人认为说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不会无趣 婚姻也需要仪式感 才不会陷入麻木 但如果当你想要仪式感 另外一半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产生冲突的 真的有的人感觉不需要 生活就是生活就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感情中的仪式感 那有一位人妻 他跟老公结婚好几年了 那么今年提前主动告诉老公 说结婚纪念日他想庆祝一下 结果他老公 最后竟然带他到婆婆家去吃饭 袁柏事后告知老公说他很不满意 结果老公说我有准备你喜欢吃的蛋糕 而且我妈妈煮的饭很好吃 他听了以后更不高兴 说那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觉得是女生要求要有仪式感 其实女生可能也比较在乎仪式感 我先请教一下廖老师 如果是你老公这样回答 你会不高兴吗 会 因为我会提出来 比如说我提醒他 可能我的 我会希望是我们两个一起庆祝 对 两个人的世界 而不是又有长辈好严谨 而且不能放松 对 那婆婆煮的菜 我到底要不要去洗碗 不去洗碗又说不过去 对 那再来我的感觉是说 我提醒你 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 如果你要给我一个 惊喜或开心 应该是你去做这一件事情 而不是叫你妈妈煮菜 煮饭给我吃 他其实有特别叫妈妈说 我们结婚今天是你煮蓬牌一点 对 那是他妈妈在做 并不是你表达的心意 我会希望是老公给我的心意 即使是很简单 我们吃个很简单的餐 或怎么样 就是我们两个独处 我有感觉到你那一份心 我就会很开心 不一定要送什么很豪华的东西 这样 那翠芬呢 我会感觉到 如果是我 我也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结婚好几年都没有结婚纪念日 也就代表说 感觉到这个 里面的这个圆坡 他是被忽略的 已经都没有被重视了 所以当我今天 如果我提出来说 我好想庆祝今年的一个 结婚纪念日 也就代表我希望是被重视的 被看重的 那我会感觉这个老公 就是没有以太太的角度来思考说 太太想要什么 过什么样的节日 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 所以也许我会感觉 这老公有用心了呢 他请妈妈煮澎湃 又去买蛋糕 但是虽然请妈妈煮澎湃 然后说 我有准备你喜欢吃的蛋糕 好像有以你为主 但是他可能会忽略说 我可能会希望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庆祝方式 可是太太没有明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太太如果说我希望我们 他可以再多讲一点点 就是说我希望我们两个是单独的 然后属于我们两个的 那因为他没有明说 所以老公可能思考就是说 妈妈煮的饭很好吃 我买你就爱吃的蛋糕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是结婚纪念日 的确结婚纪念日是比较属于夫妻两个人的 所以他也许可以多想几步说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的日子 我太太会不会很希望说 是从我们两个一起去庆祝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讲得很清楚 这个太太她记起教训了 她明年就说 我不要再你妈妈来煮饭 那这个先生也有记起来了 她今年请的是阿姨 我要专属于我们两个 而且我要在外面的餐厅 要有气氛的 对啦 就讲清楚 那柔柔呢 我是觉得结婚纪念日就是两个人的日子 为什么要有妈妈在 对啊 这个就属于你们两个的日子 有妈妈在就很很奇怪啊 而且就很不自在 就有长辈在你就是很多顺服在 我就如果是我会生气 那你现在跟祥璇已经住在 这个余天大哥还有亚萍姐的家五年了嘛 那如果说你跟她比方说两个人恋爱纪念日 那有亚萍姐在你会不自在吗 我会想出去外面过啊 对啊 因为我们平常就会一起吃饭 然后为什么要选在结婚纪念日这天 然后还一起吃饭 对啊 平常就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干嘛特地选在这一天 你知道吗 今天是佛习沟通的事实 还会 有道理啦 结婚纪念日嘛 对啊 不过这个郭律师你怎么感受 作为一个男生 男生其实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男生 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想法 那再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一对 他们平常不一定都有在上罐子 所以并没有去想到说 其实太太可能期待这个特殊的纪念日 想要去哪个罐子吃 所以她也没有idea 但也有可能在这个这个case 她是真的妈妈煮得很好吃 那很多人的长辈 可能是米其林大厨 她真的煮得很澎湃 家里的布置都很好 做一个晚餐是很好 婆婆今天刻意早上去买龙虾 买很多好料的 那个早上去在市场 买菜是很辛苦的 然后后续县镇也跟着去帮忙 干嘛的 所以她厨艺不好 她还特别买 说那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买蛋糕 对 我们很久没吃那个蛋糕 你应该会很开心 所以男生的想法是很直接 就觉得说应该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有想 你应该先跟我讲 说你要吃什么 我可能也可以做别的安排 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别讲 我也懒得去拆 我们都结婚那么久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再特别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这样子安排 而且平常我们就是逢年过节 会回家跟爸妈妈吃 好像你也很开心 也不会介意跟爸妈相处 所以我才这样子安排 对 那这样子就是可能他们沟通上 确实平常有点落差 就是说其实女生有时候心里想要一个 很特殊的惊喜 我不希望是我跟你讲 你才去安排的 这样就没有惊喜了 这样就看不出 你有特别花心思 要帮我做什么事情 给我个惊喜 你不用沟通 你就安排也没关系 我也都可以接受 可是男生就会怕怎么样 要是我挑了一个餐厅 你不喜欢 我挑了这个菜都是辣的 都是生的 然后去版权日本料理 然后你都说全部要炙烧 那老板都一脸苦瓜脸 说这个就浪费了食材等等 男生会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可是平常就应该会注意到 他的生活习惯 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 对 我觉得就是 平常就应该要注意到 应该要注意到 这个事情很难 你知道吗 不会啊 其实这也是一个 这确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不过这就是两边 这就是两边会吵架的地方 一个就会觉得你应该要注意 我们相处这么久 你心思应该放在我身上 知道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你难道跟我相处这么久 连这些都不知道吗 男生就说 我哪有那么多力气 去看这些细节 你爱吃什么 我哪晓得 所以你不爱我 这个我讲一下 就是小东西 像我跟我太太 每到了元宵节 要吃汤圆的时候 我永远忘记 他到底是喜欢吃花生的 还是芝麻汤圆 我就会两个都买 然后做两锅 然后说这是花生是汤圆 千万不能后再一次 然后在摇的时候 看他的表情 他摇哪一个 或者我各摇一碗 然后这是花生是芝麻的 那为什么你会 这个事情会忘记 我 他的喜欢的点 我常常会忘记 包含就是说 他草莓 他到底是可以接受草莓酱 还是生吃那个草莓 我都会忘记 这我不知道 就是男生有时候真的是 有时候某件事情 少一根筋 这个我投过例是一票 我觉得男生真的没有 那么细腻的心思 就是我们也想要 也想要讨好另一半 就是因为这样子 生活比较愉快 可是真的没有 今天不是你的面堂 今天没办法 真的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铃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